自从姚明当上中国篮协主席之后,如今中国篮坛再度迎来一个好消息,那就是作为CBA第一万元的马正伟,马布里继续为中国篮球的发展尽自己所能。 自从在2月11号马布里正式宣布退役之后,是许久都没有出现在球迷的眼前,但是在6月底,马布里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道,我很高兴告诉大家,我即将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合作,执教一支储中篮球队,被大副中马布里篮球队,我很荣幸能有机会,将美国先进的篮球理念和训练方式,以及我自己的经验心得, 传授给青少年们,帮助中国青少年篮球发展,这也是继球员身份之后,马布里当上了北京大学总教练的又在一新工作,其实在之前,马布里就曾经多次联系姚明, 表示自己愿意带领中国南岸前进,把自己的经验带给新一代的球员,而最终,老马的这个愿望也是实现了,不得不说,虽然作为外员,但是在职业生涯中,老马已经是在CBA中三次领球拿下CBA总冠军,六次入选,CBA全明星阵容。 但除了在中国打球的经验之外,马布里年轻的时候也是NBA中炙手可热的一名球星,被誉为独狼的他,当时在NBA和爱福森,可比等球星都是好友, 而且也是拥有很多国外先进的篮球思想,而其实马布里也曾多次表示,为了回报中国对自己的拯救,所以自己相当希望能够,在接下来的日子,继续为中国的篮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 其实可以说如今已经41岁的马布里能够稳稳的退休好好到处玩,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,而是和姚明大哥一样,可能还有些球迷会怀疑老马是想继续劳金赚钱。 但不得不说,现在的老马在前方面一点也不缺,因为单单在职业生涯中,老马已经是赚足10亿,光是NBA工资就净赚了1.5个亿美元,而在中国打球的8年时间,按照每年800万人民币的均价计算,赚了6400万左右,最少也是拥有10亿的身家了,而在代步车上也是拥有全球罕见的改装过的史上。 第一辆劳斯莱斯SUV,所以,马布里如今依然这么热心中国篮球,确实是相当难门可贵,仅仅是为了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。